人们总说三国剧组穷 穷到刘关璋三兄弟到老乡的田地里偷玉米 要知道九四版的三国投资高达1.7亿 但这钱全花在布景道具上了 三万多道服装六万套道具 再加上一座气势恢红的永久性建筑三国城 演员片酬只占了5% 十人大锅饭四人宿舍 唐国强的床位2块5 帐篷还是坏的 那时候魏宗万老师最羡慕的就是 唐国强能坐四轮车 挺嫉妒唐国强 因为从68到78呢 就是我跟唐国强俩的心 他就坐了这个十级的车 我就骑了十级的马 然后我那个马呢是那个谁 陆树铭以前骑的那个马 陆树铭啊分量太重了 把那个马背都骑弯了 骑上去呢跟郑老师跟着坐在摇篮 试验关羽的陆树铭老师 因为一直找不到感觉 天天被导演指着骂 没办法他把台词贴到墙上 刷牙看 吃饭看 睡觉前还看着 没想到最后入戏抬身 到晚年都没能走出来 别说现在走在外面 关公的形象用的基本都是他的脸 张光北老师一开始想演周瑜 没想到半装一出 别人就喊 说这不是赵云吗 回来突然呢 盛老方导演就找我 说哎 导演他们就议论了 说着让你过来试试 陆布行 我一想陆布也行啊 这陆布戏交缠不 演曹操的报国安老师 为了演好曹操 前后咨询了一千多人 三国马戏多 试验张飞的李静飞老师 摔成了脑震荡 好兄弟赵云的脸上 至今还残留一道八 最离谱的是刘被摔的那个孩子 是个真孩子 当时孩子的妈妈就在旁边 也不知道剧组是怎么接来了 开拍前 演员拿枕头练习了很多次 拍摄时 演员也不敢真摔 只是轻轻地抛了出去 为了拍出气势 演员进组跟进部队似的 吃完早饭就开始搬砖 练俯卧撑 剧组还专门请专家 给他们从头到尾讲三国 为了这戏 许多人两年多都没回家 一位新加坡导演 曾考察三国的剧组 他感慨万千地说 你们真正是在为 中华民族拍戏 我们中国人 也是能拍出史诗级场面的 为了拍摄火烧赤蔽的史诗感 三国剧组全员出动 提前一年设计场景 建造水寨 战船72艘 帐篷125顶 粮仓6座 旗帜近千 剧组耗资18万 租用了直升机进行航拍 同时启动了9台流动摄像机 借了2300名解放军战士 充当群演参与拍摄 滚滚长江东市水的前奏一响 多少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89年 三国立项 导演放下狠话 我们要让20年以后 没有人敢拍三国 为了那座粗犷之美的三国城 美术曹斌 把汉代文化的古书都翻烂了 他设计初稿 园林设计院 为他改造建设 为了拍华荣道 曹斌走遍了北京 河北内蒙交界 每次有重要戏份 主创团队提前两天准备画面 不仅确定演员位置 画出拍摄草图 哪个镜头要用大全景 哪个镜头要场景结合 蛇战群如一场戏 他们准备了三天 作为最大的战役 火烧赤壁是奠定三国 鼎立局面的最重要戏份之一 导演提出 他想用航拍系数 在一个完整的镜头中 体现曹局一瞬间的溃败 千军万马都已灭于火海之中 航拍技术放到今天 已经习以为常 但在上世纪90年代 只有大型直升机 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但租一台直升机的预算是18万 严重超出了剧组的预算 为了求资金 导演蔡晓晴等人之间 拿着赤壁的地图 跑到领导办公室解释 听了他们的想法 领导眼前一亮 直接给他们批复了18万 直升机出张两次 一次彩排 一次正式拍摄 一把火烧了一年的成果 却烧出了横跨几十年的经典 当时94版三国刚刚拍完 日本电视台就以 一万美元一级的高价买入 三国在日本大结局后 更是有无数广大日本观众 哭着联名赏书 到电视台要求宠播 据说这事还直接惊动了 三国铁粉日本天皇 于是94版三国 成了日本史上 唯一一个连播两遍的电视剧 只要你去过日本 或者看过日本的相关作品 你就会发现 三国文化时至今日 也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文化之一 当初有人说 不要找女性作者 结果找了两个娘们 我最近才知道 要是我当年就知道 我就退出了 当初为了给三国创作片头片尾曲 王富林邀请了五位作曲家 为主题曲谱曲 然后由其他主创人员投票决定 四男一女 大家一致通过了 古剑芬版的滚滚长江东市水 王富林找古剑芬来商量曲子的事 没想到一位领导刚好路过 顺口就对王富林说了一句 三国演义是英雄之歌 不要找女作家写 见对面两人不说话 领导又说 我的意思是三国演义不能让娘们写 古剑芬在一旁补刀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娘们 你还别说 三国这里面音乐作词的 也是位女性作者 她是古剑芬的老搭档 为了给三国作曲作词 整整三年半的时间 王剑翻看了无数关于三国的作品 给每个主要人物写了个小传 为了各个场景人物创作了十一首词 全都完美通过了 当时导演放下狠话 片尾曲必须与开篇词 林江仙相呼应 王剑老师用了四十五天 写了三版片尾曲的词 又反复修改了六次 终于得到了导演的认可 老搭档古剑芬普曲 学生毛阿敏来演唱 一曲《历史的天空》 既是辉红 大气磅礴 苍凉悲壮 荡气回肠 成了永恒的经典 能做出如此曲目的 王剑老师 一直是性情中人 他喜欢自由 喜欢旅行 天南海北的跑 边游玩 边抄写历史留下的庙宇 七十多年的岁月 他都活在音乐和文学里 写歌词四十多年 一直是很随意 很记性的 唯有对生活 虽然不害怕 但是如临深渊 如履薄病 感谢祖先文化艺术 给我的营养 我不过是一条小蚕 去了几天商业 吐了几根几条 粗糙的尘尸